四管婴儿一次药成功 有三个要件 一定切一不可 有了这三个条件 你会一次成功 第一个是有三颗染色体生长的胚胎 根据纽泽西的RMNZ的 Richard Scott的研究 一颗一个一个逐次三次 累计回应率是95.2% 换句话说 非胚胎因素只有在4.8% 第二个是子宫内膜的准备 乳酸里面到70% 有没有杀子细菌 那你的子宫内膜 有没有黄金三条线 有没有超过0.7公分 这个很重要 第三个就是今天下午三点 我要跟大陆某医院去做 Room的视频会议 他要我示范我们博恩妇展科 如何完美的把胚胎放到子宫里面 那我昨天已经把直肢胚胎的这个过程 入成影片传给我的老师 应该是Forward到对岸去了 那所以直肢胚胎的技术 博恩妇展科不是错评 我们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在每一个步骤 尤其是对胚胎的视频 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子宫外孕了 表示我们直肢胚胎其实是一流的 所以总之 胚胎的染色里增长三颗 直肢胚胎的技术要非常小心 对胚胎的速度也要非常慢 第三个 第三个 请注意子宫内膜 有没有超过0.7公分 有没有乳酸超过70% 有没有杀死所有的细菌 这一段半道的话 四股婴儿要一起成功 不难 对胚胎的速度也要重新